蓝家的早客在卯时一刻就传来书声琅琅 蓝望鸡早早地起身去雅师旁站着听听弟子们知乎折野的琅琅悦耳声 他站在走廊尽头,覆手而立 一身白衣在微微沉风中时不时飘动几下 而云卷纹的银线在晨光中闪着萌萌亮光 只觉得这位韩光君更加仙气飘飘,飘然若现 好一位高洁优雅的世家楷模 蓝望鸡的外貌和身姿是被魏无羡时长拿出来夸赞一番的 而仙门百家的仙子们也都向往一堵韩光君的风采 他在廊外又站了一会儿,提步去往叔父处问安 正巧在路上遇见蓝锡尘也去往蓝启仁那处 望,鸡,你也去叔父那处 蓝锡尘问道 是,兄长 请 蓝望鸡做请的首饰 兄长,清禾的事物处理好了吗? 为何也只多待了一日就回来了? 蓝望鸡问 原本还要多待三日 昨夜叔父与我传信 说有要事相伤 命我诉回 蓝锡尘温柔地看着蓝望鸡笑着说 何事如此紧急 连夜将兄长召回 蓝望鸡面色有些凝重 不必担忧 叔父只说是好事 蓝锡尘看着蓝望鸡笑 直觉告诉蓝望鸡兄长的笑意中透露着古怪 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此事与他自己息息相关 他二人来到叔父的住处 蓝启仁看起来心情不错 给叔父问安 蓝望鸡和蓝锡尘同时说 嗯 起身吧 旺鸡正好你也在 有一件喜事也是关于你的 蓝启仁捋了一下胡子 高兴地说 何事 蓝望鸡抬眸 看向蓝启仁 蓝锡尘站在一旁并不说话 嘴角上扬 心中想必也是喜悦的感觉 蓝望鸡不知道一点内情 脸上的表情依旧如常 不动声色 请江州的何默默进来 蓝启仁提高音量 对门外的弟子说 蓝望鸡陡然惊了一瞬 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 还能遇上与自己有关的事情 需要默默来介入的 他心中又惊又气 叔父这是做什么 蓝望鸡不明原因 只好慌忙开口问 江州有一世家 家中排行第四的姑娘 才华横溢 品貌非凡 小小年纪 已经是当地胆识 颇为出众的仙子 在世家子弟间 方明甚高 蓝启仁满意地说 这与我何干 蓝望鸡情绪有些不能自控 看向蓝锡尘 似乎是要他来帮帮自己 蓝锡尘将手掌轻轻向下压两下 示意弟弟稍安勿躁 叔父 此举何为 蓝锡尘开口问蓝锡尘 蓝锡尘 蓝锡尘 此事虽有些突然 可我也是未忘鸡好 蓝锡尘深深地看一眼蓝忘鸡 满眼的心疼 说话间 门外就听弟子禀报 何摩摩来到听前扬声说道 见过几位贵人 民父姓何 大家都叫我一声何摩摩 不敢拖大 凡事经我介绍促成的新人都家宅平安 平安顺遂 这妇人因常年说好听的话 笑脸迎人 脸上的褶子也是向上扬起来的 好好好 那劳烦和摩摩来介绍一下女眷的情况 蓝启人客气地说道 不必 蓝忘鸡已经忍耐许久 不等她再开口 就已经转身欲离开 忘鸡 李树呢 蓝启人有些运色 告退 蓝忘鸡又回过身来 与蓝启人和蓝希沉行了一礼离开了 没事没事 蓝先生别怪孩子 这当面说亲 肯定不好意思 这么俊俏的孩子 条件这么好 肯定看上的姑娘也很多 眼光高些也正常 何嬷嬷是见惯了这场面 自己给自己打了个圆场 见笑了 蓝启人缓和下来说道 叔父 您二位先聊 我去看看忘鸡 蓝希沉也拱手行礼后退出厅内 蓝忘鸡一路上走得极快 脚底生风 弟子们见了想打声招呼行个礼 都被这强大的愤怒气场 给震慑得不敢上前 忘鸡 忘鸡 慢些 蓝希沉在蓝忘鸡后面叫住他 蓝忘鸡听到后面唤他的兄长 定定地站在原地 却并未转身 而握紧的双拳 已经暴露了他此时的心情 大家听说了吗 蓝家要办喜事了 一位脸上看起来肉肉的模样 却很俊秀的弟子对着众人低声说 而大家听了他这么一声心中的八卦之心 熊熊燃起都自觉地围绕过来听 我听说啊 今日从江州来了一位和妈妈 要招一位女婿带回去呢 他说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要招谁去做女婿呀 弟子们好奇的议论纷纷 会不会是家主 泽吾君一直也没有结亲 这次是要娶一位夫人回来吗 另一个弟子猜测着说道 不可能 家主去了 蓝家谁管 弟子们反驳说 不可能 那不是还有韩光君吗 他可以接管蓝家呀 做家主也是很自然的事 花头又被第一位挑起话题的弟子接过去 什么 韩光君要接管蓝家 蓝景仪从人群外钻进人堆里 不是 也是 要是泽吾君去了就是了 一位弟子想与他解释清楚 什么意思 蓝景仪很迷惑地问 意思就是 如果是泽吾君去了 韩光君就会接掌蓝家了 脸肉肉的弟子说 泽吾君要去哪里 蓝景仪紧张地说 结亲 众位弟子一口同声 不得胡说 蓝忘机从门外走进来 韩光君 众人立刻安静退到一边 其声向韩光君请安 在背后 望一家主长辈 这是蓝家的教养吗 蓝忘机严肃地说 蓝景仪 为何哪都有你 蓝忘机单独把他拎出来问 我 错了 错 蓝景仪哆哆嗦嗦地说 错在何处 你如此能说会道 怎会有错 蓝忘机看着他 众人看蓝忘机震怒 心里都很害怕 稀稀疏疏地跪倒一地 谁都不敢出声 今天参与此事的人 全去戒律堂领罚 蓝忘机转身背着他们 神情实在有些可怖 忘机发生了何事 为何这么多人跪在地上 蓝熙辰快步上前来问 兄长已经解决了 我让他们各自出去领罚 蓝忘机拱手一礼 向蓝熙辰回答 丝追 你说 蓝熙辰问 因 因为 大家 说则无君 说 丝追有些不知道该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都下去吧 蓝忘机严肃地说 地上跪着的一众人 立即起身退下了 谁都不敢抬头 看蓝忘机此时的脸色 众人都不知道 他们讨论的事情 算是真的触碰到了蓝忘机的逆临 一是他极为不喜他人在背后议论 二是 他本就打算等一人回 怎么会同意 给自己安排什么亲事呢 忘机 还在为结亲的事烦恼吗 蓝熙辰问 没有 蓝忘机说 蓝熙辰心知自己的好弟弟还在生气 继续安慰到 等四姑娘来了 我们一起商量 解除这次的结亲 如今只能这样 蓝忘机说道 你也不必烦忧 这四姑娘志向高远 不在这些儿女情长之上 蓝熙辰继续说 若真是这样 甚好 就怕节外生枝 蓝忘机低下头思考 好了 忘机 我去看看这些口无遮拦的小弟子们 惹我弟弟生气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蓝熙辰笑着说 哥 蓝忘机终于露出点笑意 不在这些儿女情长的 平均 躲过来